斗罗大陆2第11集已经更新,相信不少小伙伴都看了。 史莱克学院的新生升学考核还在继续,只有通过的学生才能进入下一年级,竞争可谓相当激烈,对于七宝琉璃塔,相信大家都不陌生。 这是斗罗一中命荣荣的成名武魂,辅助能力堪称妖灭。 霍宇浩这次面对的明天就是七宝琉璃塔拥有者。 以七宝武魂的加成能力来说,几乎没有任何辅助武魂可以比它更好了。 不过作为斗罗二的主角,霍宇浩自然不在此列。 在百万年魂环的加持下,他的精神探测和精神共享完美抵消了七宝琉璃塔带来的增幅。 不管对手速度、力量以及魂力如何提升,霍宇浩一方都能做到提前预判,让对方无法发挥权力。 最终战斗的结果以霍宇浩胜利而结束,不过值得一提的是,在战斗过程中, 明天团队中有一位叫做男门女儿的选手,引起了曼妮的注意。 要知道,斗罗二和斗罗一时间设定差了一万年,当初的唐三小五一代,除了成神的七怪和唐浩阿银,其他人都已经化作黄土。 至于他们在双神之战结束后的生活如何,又经历了哪些事情,这些牵动着人心,但却都一无所知。 其中像一些超人气角色,千刃雪,狐烈娜等等,更是引发各种揣测。 男门女儿在登场后之所以会引起关注,不是因为她的实力太强,而是因为她的长相,实在太像斗罗一中的狐烈娜了。 两人都有着一头漂亮的金色秀发,蓬松的感觉甚至都如出一辙。 另外,五官方面也是极度相似,白皙的皮肤,柔嫩的鼻子,小巧的嘴巴,最关键的,还有那同样一双魅眼,不经意间就能勾动人心。 最后气质方面也是不差,狐烈娜在天狐武魂的加成下,自带一种魅感。 而男门女儿的武魂虽然是火龙,但她的穿着打扮却弥补了这一部族。 大片裸露的肩部和腰部,在粉色紧身小马甲的点缀下,画面看起来相当性感。 不仔细去看的话,还真以为是狐烈娜在战斗一样。 当然,男门女儿肯定不会是狐烈娜,毕竟没有成神的人,最多就只有百年寿命。 关于狐烈娜的结局,虽然动漫最后没有提及,不过还是能够猜测一二。 随着比比东死去,狐烈娜也就没有了继续待在武魂殿的必要。 很大概率上她和自己的哥哥云游四海,最终结婚生子,老去死亡。 至于男门女儿是不是狐烈娜的后人,两人虽然很相似,但一个武魂是狐狸,一个是火龙,武魂上差距太大,所以大概率不可能是。 但也不排除武魂变异的可能,毕竟王东作为唐三和小五的女儿,光明女神蝶就不是正经遗传来的。 对此,小伙伴们怎么看? 欢迎留言讨论,谢谢。